我本来想学会了吹给你听 可我就只听过一次 你看到了 你那日便是 为什么不让我看 我一个外人看到都觉得心如道具 更何况你 我 你有怎知 我不是外人的 玉莲对我说 月落每逢满月 便会明钟 起初是为了祭奠那些死去的人 后来就变成了祈祷 祈祷那些离家未归的人 平安长了 月落只是一个区区的小城 夹在两个大国之间 本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会如此 是必然的 最后来就变成了祭奏 一个月喝了 祝福 多小孩 每个小城 都很赞 那样 那样 我本来想学会了吹给你听 可我就只听过一次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会找到灵鹫花的 我已经去找过了 没有了 世人都觉得花草柔弱 可随意见它 可花草皆有灵 有比人更顽强的生命力 灵鹫花既能长在棺木旁 惊年不衰 我便信它不会如此轻易地 让自己死掉 就算花没有了 种子还在 过几天我不在 跟着玉莲 别乱跑 那你会有危险吗 能伤我的人 给你的 伤我的那把 方神勇 真没想到 有一天伤我的东西 还能保护我 总想念 世事无常 任心一变 随近风遥静 荣恨年 有梦共产卷 一瞬一惊年 仍并肩 我前两天买的 没多少了 你早点回来 好 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吧 那我看这个 你怎么会有 每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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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不朽 公子 我实在想不明白 你为何要将这白玉簪 放在那丫头那儿啊 我要亲自现身 白玉簪不能在我身上 先放她那儿吧 可是如此重要的东西 您放在丫头那儿 她万一出卖你 那该如何是好啊 让玉簾照顾好他们 别再出任何岔子 你也不要再给她脸色看了 秦康那边可有什么风声 那个裴衍向皇帝递了 冰改的折子 皇帝让她前往梁州 按照时间算 她应该到了卢营了 她这么一来 难保不会横插一脚 节外生枝啊 她的张策还在我手里 暂时不敢跟我撕破脸 都小心些 是 公子走了 你知道除了明月谷 哪还有灵鹫花吗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想把灵鹫花种出来 大言不惨 你知道 你就告诉我吧 好了你就告诉她吧 我可不想这几日被她给烦死 告诉她也没用 明月谷常吹西风 东面正是孤星风 那些花种子 只是有可能会被吹到孤星风上 孤星风山势险隽 你上不去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